大家好,歡迎來到TR616 這是我們下午第一場的議程 我先講一下共筆連結在CostCup的官網 官網找一下7月30號TR616可以找到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裡面有提供共筆,大家可以上去寫共筆 我先交給主持人來做講者的介紹 各位大家好,這邊介紹一下 這一位是國泰金控資深架構師佩利浦 他的資歷有DAC台北社群共同發起人 曾在多間大學的職工系擔任過DAC農機技術講師 還有翻譯審閱多本農機技術書局 我們剩下時間就交給兩隻了 謝謝 謝謝主持人來介紹一下 我稍微問一下為什麼在座各位想來聽這一場 我想問一下,因為剛剛也有聊到說 因為這一場比較不是什麼講技術的 比較像是軟性的一個技能和一個旅程 這十年的旅程 沒關係,反正我就先講完 大家後面再Q&A 就如我剛剛一開始主持人幫我介紹 我就是在2013年很早就接觸DAC 剛剛還沒開始之前,我就稍微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那我在讀書的時候就接觸Open Source 那時候Ninas就光碟裝一裝Mandric 然後再來就我們老師就講了一些 他上課不上,然後就講了有的沒有的Open Source的故事 所以就看了Revolution OS這個紀錄片 然後我後來就覺得 如果你要去改變這個世界 其實從開源技術也是一條路 從Ninas-Tobas這件事情來看 其實就會有影響 那我當然這一個Track就是稍微講一下 其實DAC這個技術也影響我後來的制壓發展 因為,好,那就稍微講一下 那這是Agenda 這次要講的一些內容 那我就再下來 所以看看各位有什麼想法 好,那我剛剛有講的 我在一開始就2013年就看好這個DAC的技術 然後哥哥跟幾個朋友 那時候大家就是喜歡開源的技術 然後就組了一個DAC.台北的這個 算是技術社群啦 但是我覺得老實說 你要弄這個社群是要一直持續下去的 所以某方面來講 大家學完某方面技術 技術這東西學完了 大家就各自再去打更高層次的怪 所以這個有時候社群 其實基本上就是讓它活著就好了 那我就在接觸完這個DAC之後 就慢慢從這個算是因緣際會啦 然後有一些開源的朋友 就介紹、就引介 然後就去翻譯或審閱 然後去這些書籍 那為什麼要變成MVP 老實說也是因為DAC的關係 因為微軟那時候想要 怎麼講 他知道這個是趨勢 然後他就會想說 那我就招募這些技術社群的一些 算是夥伴 然後幫忙 所以也是因緣際會就變成 他提供了那個 Agile的一些免費的這個quota 額度然後我就可以去用一些lab 所以基本上在2017、2018就成了微軟MVP啦 那只是因為微軟MVP要持續的耕耘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頭銜 但是因為我們自己就只專注在container和這個技術 那不一定會一直去救援他的一些event 所以就2018年而已 到2018就結束了 好 那我就在這個時間過程嘛 接觸了DAC之後 那後來就從Bain的這個Programmer 然後開始往架構師那邊去看 然後所以也去了MOMO MOMO就當也就是比較偏IT的系統架構師 那後來就到 後來有個機會看到 看到國泰在爭這個算是企業架構師 那他就是有成立一個速速發 然後就有一個就是投履歷 然後剛好也面試上 某方面來講為什麼會上也是因為 因為他們那邊也在導龍企劃 然後他們就已經在弄這個技術 所以某方面來講也算是蠻順利的 那在這個架構部發展完之後 因為職務上可能還需要管私有雲 我覺得這部分 食物面還想要再補強 然後就跑去北富營去當 去管他們這邊的私有雲的這個系統 所以那邊去 然後去管那個OCP 然後再管那個工有雲 也是Google的 所以也是因緣際會就考了一些證照 那這沒辦法 這個我覺得某方面來講 證照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證明而已 但是如果你工作上有需要可以去考 但是我覺得某方面來講 我覺得證照這件事情是一體兩面的 因為你有那個SKIR那裡考得到 但是如果你純粹只是去考那個證照的話 我覺得OK也是可以 只是讓你的面試的時候可能會比較順利 像我們這邊目前在國泰在招人 也是會看一下證照 但是我不會說一定說你一定要從無到有 而要非常厲害 但是至少這是一個跟學歷一樣 是一個敲門磚 OK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MVP的這個 那陸陸續續實際上我就一直去 就在網管人這邊有發表文章 實際上就已經從原本容器的東西 跨到微服務架構 然後跨到一些軟技能 甚至如何成為一個 算是企業架構師這樣的文章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算持續 我覺得任何事都就是要持續耕耘下去 那我就稍微再介紹一下架構師到底在幹嘛 就像剛剛一開始也有人說 架構師其實就跟公投一樣其實沒錯 因為老實說你開發的人 他有時候看的視野不會 不會可能就focus在你的專案裡面 但是一個公司就像國泰或是北富銀 他們已經到一個企業等級了 他今天看一個系統這件事情 不會只是以專案這件事來看 他會以公司的策略 會以公司他是不是會賺錢 然後是不是符合他長期發展的購物面下去看 所以實際上 如果分工分得比較細的話就會有BA BA就是說我這B子你實際要做一些分析 有沒有income 它的利益在哪邊 實際上我們企業架構師就會跟著跟BA去討論 那如果你要實現他這樣的商業的目標 那我這邊技術面要怎麼去幫他實現 所以某方面來講就會救人進去 但是總不能說他今天就想了一個 很天馬行空的一個idea 那我們就要趕快叫他煞車 說這個是不可能的對不對 不然又說他看到現在很多業務 我就看到GPT這麼厲害 然後想要整啊怎樣怎樣怎樣 但問題是有時候這種東西模型 你根本不可能在你公司裡面implement 因為他有業務的人可能不知道 知道我就整GPT API整一整 那說不定就可以做一些自然語言的處理 但是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沒辦法落地 落到你自己的機房 好 那除了業務單位我還要搞定開發的 像我們有分AP的人 那一批人他今天如果要實現的話 那也是要了解說 他是要什麼工具 要什麼框架 要什麼語言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有一個範本 那這都定義出來 我們不能說 欸開發的人他其實還是要等著架構師去指引他 要怎麼做 某方面來講也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要跟一些共用服務去串接 那以金融來講的話 通常都會有一個ESB 或者是有一些common的service 你要去跟他串 串電文 串什麼 那最後就到INFAR INFAR就是如果今天上雲 有雲的INFAR 那如果是D的 D的INFAR 那實際上你都要去討論 那所以架構師 為什麼會畫這張圖某方面來講 目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架構師 就是那個Grab Hopper 那我不知道要怎麼 我要先跳出來嗎 那沒關係 他就是一個EIP的大師 EIP是什麼 Enterprise Integration Pattern這本書 這本書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ESB就是Enterprise Service Bus 這件事情 其實是因為EIP這本書 才做implement 所以EIP這本書 這個作者後來他就當了 當了那個安聯國外的 這個首席架構師 所以他的部落格就是叫做 Architect Elevator 所以為什麼 因為一個他當首席架構師 他就會在處理這些 啊 狗屁倒招的嘛 假如老實說 我在國泰也是在搞這些有沒有 所以心很累 其實架構師只是聽起來好像還蠻體面 但是實際上你的印記人和暖記人都蠻要求的 老實說 所以這個是架構師的工作 但是這個又區別 像我們一般看的系統架構師 我那時候在MOMO 其實就是純粹是解決IT面的問題 像有一年就出狀況嘛 那一年剛好我在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老闆就在那邊 等我們這些架構師去找出什麼問題 但是有時候 這種MOMO就是大系統你要 忽然要找出問題或是 或是 這個網路為什麼 這系統為什麼不walk的問題 其實是還蠻複雜的 那個我覺得要整體的去看 好 合理架構師到這邊有問題嗎 我覺得我們是輕鬆聊 就是這個topic是一個聊天的topic 好 所以我就在2013年 2013年就接觸了 接觸完他就講 剛剛又講到 其實我在學生的時代 大概就已經在摸Ninas 就是 就玩這個Ninas 那 也因為有這個基礎 所以在2013年在container這件事情 其實 學的會比較smoose 為什麼 因為 那時候的搭 就是container這個技術 基本上都是based on Ninas的這個叫做 不然忘記 它的技術 所以在Windows上面 其實是比較沒效益的 比較沒有效益 那 某方面來講 如果你沒有Ninas的skill的話 一開始你要跨到container這件事情 其實是 比較辛苦的 因為 很多的gap就是在於 你要會share share這一定是需要的 然後在於你要有一些OS的概念 為什麼 我的container那麼快就死掉了 因為你的process死掉了 所以它container就跳出來了 好 然後 那也就剛剛講的 我就 恩 因緣際會 就有那個書接觸 然後希望幫忙審閱 或幫忙翻譯 那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在前面沒有這樣的基礎的話 實際上你是很難帶到下一關的 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很多東西是很多的利基和fundamental這些你要有培養 然後要去 要去算是持續去學 所以為什麼書這件事 書籍和文章這件事情 是因為 我更早就是有 就是那時候流行不寫部落格 有稍微寫一下 那你就會 讓你自己的文筆比較順暢一點 當然我沒有說我是一個很厲害的作家 但是至少 你寫出來的東西要有條理 然後 要讓人家看得懂 更重點是 你要看到這個技術的關鍵 你要講得出來 對不對 要講得出來 所以就出了一些書跟持續在寫這個文章 再來就MVP跟授課 授課就是 因為後來有一些教授也看到像 馮甲 馮甲還有幾個教授 包含我以前的母校原制 然後他就找我去幫忙講一下這個container的技術 所以就到各個學校去分享 那再來就是說 某方面來講 你有了Ninas的skill 你才可以去看更多的open source的project 然後你有這個darkskill 你馬上就可以run起來 因為現在的所有的github的project 基本上都給你附一個darkfile 或darkcompose 當然也有可能直接附K8 但是我覺得K8的數量還是比較少一點 所以某方面來講 這個那時候接觸完之後 就覺得dark大概是必備的一個skill 所以剛好也是看得準 所以才會走到一路上走到這邊 那為什麼會來講這些分享 其實也是要回饋一下 因為我在2008年就參加costcup 然後陸陸續續在2014年吧 就有辦一些wallshap 然後分享dark的技術 所以實際上在這個過程就去培養你講話的skill 還有你上台不會緊張 不然誰會一開始上台都會結巴 我覺得這東西就是一個歷練 然後讓你在整個公司 或者是去外面的大會的一些會議 你去講你至少不會去出什麼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一步一步來一步來 後來就是到就是剛剛解釋的 我今天後來就到國泰 就是到金農業 某方面來講金農業其實就比較講求軟技能 這一個範圍 因為金農業什麼沒有 錢最多對不對 我今天我導入一個技術老實說 我就花錢就好啦 我花錢找廠商最快 但是裡面的一些公司的一些規定 組織還有一些可能是金管會的一些合規 或者是法條這些 這個就不是說我今天花錢就可以解決的 當然就是這個就是考驗的公司同仁的一些軟技能 跟一些專業知識 所以原因就是這樣 好 所以這十年來就從2013年到2023年 今年剛好十年 所以就來算是分享一下這個心路歷程 所以某方面來講就跟我剛剛講的 實際上 因為我持續在關注這個開源的技術 實際上因為你持續關注 所以才找到一個你可以去深入研究的一個 open source的project 然後那時候在2013年就是看到 Dark這個我覺得可以深入的 那 就如我剛剛也講的其實是一個歷程 然後 像我們走技術的人就會覺得說 我能力 我技術 coding很強嘛 很強的問題是 我覺得專業這件事情 除了你有很強的coding以外 你還是要來costcar 投稿練練你的表達能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很覺得大家其實除了 你要來聽免費的costcar 以前是要搶票的現在好像都不用了 以前那時候要搶票 那你們來costcar 其實也可以換一換位子嘛 你就上來講嘛 然後找一些有趣的來投稿 然後變成就是去培養你的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你要做簡報嘛 那簡報的能力老實說 我們寫程式的也 一開始也是很忽略 覺得簡報這東西有什麼重要 但是簡報這件事情其實是把 你知道的事情清楚的跟別人傳達的一個藍圖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簡報帶領 就算是一個跟人家講話的一個草稿 那你跟人家講話 如果人家怎麼去想像你要表達的意思 因為你全部都用講的 其實它沒辦法抓住你的重點嘛 所以某方面來講我覺得 以我從這樣的轉換 從開發的人 從programmer一直到架構師 我覺得這件事表達能力 跟你的簡報能力 還有你的一個氣質跟素養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氣質我覺得就是說 當你看得夠多的話 你就知道你要謙卑一點 因為其實很多專案其實都是非常厲害的 那你就會覺得 這個真的是你有時候花很大的精力 你也沒辦法到達那個層次 像這個圖就是2008年的紀念品 這好像2014年 2014年 這一個好像是2017 對 反正我就隨便找我以前參加了一些 有留下來的軌跡來拍起來 但是我有時候就是有空就會來參加 因為看 主要也是看看新的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Cost Club 有人幫我捨備最新的技術 我就可以輕鬆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不用再review了嘛 那有這些各個領域的大神啊 或者是一些開源的社群 它今天都已經在跟這個開源的技術 已經跟得很緊了 所以某方面來講台灣我覺得在開源的一個 這個geek文化實際上已經跟全世界都沒什麼落差了 然後也是蠻快的 好 時間不要忘記 所以實際上我覺得像我在面試 面試同仁或面試實習生 我就會請他如果他有geekhub就可以給我看一下 那為什麼 我那時候以前還沒有geekhub 那時候一開始先有geekhub 那我看到geekhub驚為天的 因為這是超code的好地方啊 對不對 反正就是啊 我看到很開心 哇 看人家超 要不要copy 但是現在有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code pilot 可能更快更會自己卷 但是我是覺得說某方面來講 你去看人家 看人家code 他怎麼寫出來的 你可以至少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學習 不然以前其實沒有geekhub 根本沒有 你要去看書 你要去翻到天荒地老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現在已經變common了啦 所有幾乎來這邊 大概都已經有geekhub的com 但是我說實話 不一定 那個 資訊相關背景 畢業的人 他有這個sense 應該說 他可能就跟我們剛剛一開始來聊 他可能就覺得我今天讀完書 然後順次利益老師教什麼 然後 考完試考完 我就來找工作 但是他沒有去培養 在 課餘的時間去培養他的其他的 除了課業以外的技能 所以 所以我覺得某方面來講 你要對這個 城市要有熱忱 就是對這個領域要有熱忱 你沒有熱忱的話 老師說一步做一步 那你永遠不會進步嘛 也不是都是這樣 然後像我 前陣子 帶一些同仁或實習生 有時候他沒有 城市不到 我就會變得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也會質疑說他是不是適合這個環境 或是不適合這個產業 好 那我們老實說 為什麼我可以從 一個programmer變成一個架構師 某方面來講 Dark解決了scaling這件事情 scaling就是說 我今天的container很快就可以起起來 那我就可以透過load balance 然後就可以把我的一些 AP的負載 序流出來 那 所以其實從那時候 從container就開始思考 我的一個高可用 或是一個微膚 或是一個大型的系統 要怎麼去設計 那時候就一直在 就在思考這件事情 可是 老實說 你們現在知道說 我今天要做成一個微服務 我只用container就夠了嗎 實際上不是 你還要從你的application裡面去改寫 有可能是你要有狀態和沒有狀態 為什麼 因為 我舉例來講 如果你的 session是存在application 存在那個 那個應用程式裡面 那你第一個使用者進來登錄 但是你的scaling 但是你的那個狀態 登錄的狀態 沒有在另外一個application裡面存在 那他在登的時候 就 我剛剛明明就登進去了 為什麼我就沒有登進去 所以這就是 你不是說 我今天container化了 就代表 我這個也可以為服務法 不是 這是一個不同程式的差異 所以某方面來講 因為透過Dock我了解 這個 至少我有一個入門的 一個票 那我就知道說 我可以朝架構設計那邊去前進 所以我覺得某方面來講 你其實也是站在一個開源的專案 去了解這個未來的一個趨勢和發展 那我覺得透過這樣的話 你一直去看各個開源的這個project 你就可以培養你的靈敏度 培養靈敏度意思就是說 你在未來做技術的選擇 或者是你自己在挑 我以後要走前端要走後端還是要走什麼 你就會自己比較有概念 因為你看得夠多 那我覺得前端就比較辛苦 因為前端的變化很大 所以你的時間投入的成本就很高 很高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學了JQuery JQuery 我算活了比較久一點 但是你今天問題是 你時間花了之後 後來有Angular 或有Re-Add出來的 或有View出來 那你現在這個東西又要重新再學 所以這個當然我沒有說不好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考驗著你 你覺得值不值得 你也值不值得 那像剛好在那個派對 就是前兩天的那個Cost Cup舉辦的派對 禮拜五晚上 我們就聊天就有一個朋友 他就問我說 你覺得讀PhD 讀博士值不值得 但是我覺得見仁見智 那我就跟他講說 PhD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過程 那你覺得說 如果你今天不去讀 那你的朋友現在去就業 去就業 那等你讀完出來 人家說不定 說不定在台積電已經待了很多年了 可能年薪都兩三百了 那是你讀完 你覺得 你投入這個時間或投入這個成本 然後看到這樣的情境 你覺得甘願 那你就去讀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對或錯 而且他可能 他那時候還沒有讀過研究所 我是說讀研究所 讀博士最痛苦就是寫那個paper 那個大概只有比當兵來的輕鬆一點而已 對不對 如果你有讀過我覺得 真的是寫那個paper真的是要人命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過程 一個訓練 那因為你有這個訓練 你才能鑽得夠深 好 那就下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 其實我都一直在圍繞這邊 剛剛其實我們這樣兩 都一直在圍繞 你要先去決定 你要往哪一個領域去走 剛剛講到前端 後端 你還是要看 那你沒有去確定好 你什麼都要學 老師說不可能的 沒有full stack的啦 我只是以我的概念 我認為沒有全戰工程師 有 他的全戰定義 就定義在 方案 但是接那個方案的第一層 方案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以一個 企業級的後端來講 他其實非常複雜 他有第一層的BFF 然後到後面的 可能是一個 都 所有API 或都 所有都設立式的 一個組合的那一層 他可能再到ESB 那ESB 那到核心 核心的人就是 信用卡系統啊 然後存款放空外匯啊 網銀啊 外匯 這各個系統 所以他實際上 BFF的層次比較複雜 但你就要先決定好 你自己要往哪邊走嘛 你不可能說 我今天也想要玩一下前段 也想要玩APP 也要想要玩Android 有可能 但是你到你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的時間是不夠的 尤其如果你又結婚或是有小孩 你的時間更是 不是你一個人的時間 你還要分給你老婆 分給你小孩 然後你年紀大 還要分給你父母 所以我覺得 某方面來講 你要去想好 先想好你自己的定位 那先想好之後 你就要決定你的 學習的優先順序 那優先順序當然就是說 某方面來講 你可能從這個開源社群 是一個不錯的門檻 因為基本上人家幫你準備好了嘛 你就是問一問 人家也不會要你 要你收錢或什麼的 大家就是 其實都是以共學讀書會的方式 來去學習 還有一分鐘 剩一分鐘我快 我講廢話講太多了 抱歉 所以我覺得 保持一個正確的學習和好奇 然後 重點是 你準備好的時候 就去找機會 所以有時候 你覺得 你自己的Ski OK的話 就去104看一看 104看一下有什麼工作 我覺得 就剛剛講的先深厚廣 你要先從一個領域 先下手完之後 你再轉到另外一個領域 就會比較輕鬆 因為你要去培養你自己的能力 就像剛剛我講的 其實 因為這些都具備了 那我要跨到另外一個 你跨到架構師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好 然後這個就不用講了 因為其實有時候看到別的一個領域 你其實就會去反思 這是最近我的看 然後發現這個 BPM大概會是下一個微服務的 影響微服務的一個 組合的一個技術 然後這個當然因為沒時間 所以我們就有概念看一下 好 所以最後結語 最後結語 我們就是 其實這種隨著新的 新的一個學習方式又出現了 這個結語 這個結語 那我老實說 我這個簡報就是用 這個 那個什麼 chart ppt 結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 動畫也是他結的 只是有一些我是差的 他其實就是他結的 然後我就給他 給他大綱 然後他就幫我結好了 剩下我就稍微fine tune一下 因為有些字他不好 那就是動畫做他做的 像這個圖也是他找的 這個我是另外拿我的大頭照去找 那個 捲美女捲出來的 對對對 對 因為大家都喜歡美女嘛 那就 這個看起來 捲起來不錯 對啊 我就以後大頭照換這個好了 對啊 因為老師說美女 美女正妹無敵 好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蠻重要的 這個是一個 open source的一個 收集的一個網站 他有非常熱門的open source 他有會去評比說 他可能在某一段時間的 星星量增加很多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可以去找一些 你想要去深入的 open source的專案或技術 這個蠻重要的 好 所以我覺得像 像我後來一些文章也都用 GPT去論稿或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他就是一個輔助 那你至少可以很快的 一個去產出 至少他的質量不會太差 但是你就是在 在tune成適合你的 你的style的內容 所以下面這連結就是 用Docker去討 那個stable diffusion stable diffusion 好 那我最後一個結語 就是說 實際上這整個過程 你都要去做創作 做side project 然後去做找你自己 你其實透過創造 你才會學習到一些東西 所以實際上這些都是 一點點的累積 你才會去幫助你 一直持續累積 但是我覺得這是老生常談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我想來這邊的人 都已經具備這樣的 這樣的sense 這樣的心理的素質 好 好那時間差不多 對不對 好那最後就是 如果你們有想要來的話 可以少QR好 好 OK 好謝謝 謝謝